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想到刚开口唱了几句高音 面前摆放着的玻璃杯突然炸裂 她一脸震惊 威亚表示她是她震碎的周深只好困惑地继续直播 等到直播结束不敢置信的她又追问了一遍 等得到了杯子并非真玻璃杯 只是魔术道具的答案周深玩笑回应 我都差点误会自己有超能力了 我刚开口就还没发挥功力啊 下次配合好一点 果然她这个下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下午浙江卫视举办的招商会上 综艺天赐的声音官宣了新一季加盟的音乐合伙人 周深便是名列其中 更让歌迷惊喜的是毛不易 也出现在了嘉宾名单 一声组合又要合体了 周深和毛不易皆拥有独特的甜来之音 偏偏为数不多的几次默契合作都还令人印象深刻 大家非常期待他们的合唱舞台 作为新一代年轻歌手里的两位佼佼者 两人具有相似的幽默斗阙性格 他们自选择七一从一 一路走到如今 困难和机遇并存 各有不易也各有幸运 天赐身为两个90后父母一辈的辛勤努力在前 周深和毛不易的童年 没有受过物质上面的困苦 甚至可以说比许多小孩都富足许多 虽然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偏远农村 但周深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到贵州定居 他是个懂事的小孩 会主动的帮父母干活 我砍过柴挑水在农田里斗过蛇 当他表现出异语常人的歌唱天赋后 父母也很支持发展他这个爱好 在音乐老师的欣赏培养下 他参加学校合唱团 凭借实力担任领唱 所有人都看好他的发展 可是随着年龄增加 周深逐渐产生烦恼 身形还小的他一直长不高 连尹以为傲的嗓音也没有发生成熟的变化 同学们嘲笑周围人讥讽 试图压低声音 讲话的他变得自卑又敏感 整个初中时期 他压抑着自己没有张口唱过一句歌 进入高中之后 周深控制不住 蠢蠢欲动的心鼓起勇气 报名参加的校园歌唱大赛 一举荣获冠军 自此他在高中校园一夜成名 一位学长主动找来 邀请周深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雨后你不见了》 这给周深重拾自信 开了个好头 2010年周深高考时里 他还没有想好未来人生路 便在父母的建议下 远赴乌克兰选了最稳妥的医学专业 小他两岁的毛不易也因差不多的原因 入读了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专业 出生在东北小县城 又是父母的老来子 毛不易衣食无忧 跟随普通人的步伐 成长就学 即使喜欢音乐被调剂到护理专业 他还是淡定的接受了一切 由于换专业需要优异的成绩 成绩一般的他打消了念头 从读书到进入医院实习 依旧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 但他们都没有放弃音乐 在校期间 毛不易参加过校园学家歌手的比赛 也担任过歌唱比赛的评委 周深则发现了一个 可以直播唱歌的网络语音平台 他给自己取名卡布 开启了直播 没有想过挣钱 更没有想过成名 只是想要一个尽情歌唱的平台 终于学医倍感痛苦的他决定 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 通过考试 转到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学习美声 正式踏上音乐道路 临近大学毕业的毛不也 在实习医院里感受着人生百态 不停见证死亡与离别的压抑日子里 他窝在离医院300米的小出租房里 弹着吉他写下一首首歌 缓解压力 写完后他会发在网上 尽管听的人不多 他也不以为意 相比起来 周深却在直播路上越走越远 积累了一些小粉丝 没有落过面的他被称呼为卡布女神 他很珍惜这群歌迷 每次唱歌结束会挨个道声晚安 走红 追逐梦想的路上总是伴随着风雨 周深意外患上了生代小结 这是一种慢性喉言会导致声音沙哑甚至造成失声 这对任何一个歌手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尝试了看中医喝中药吃其药针灸按摩各种方法 幸好他康复了 2014年网络上以小有名气的周深受导演之邀 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一曲欢迎惊艳全场 导师们大吃一惊 杨坤盛赞道 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少见的一种声音 跨越了年龄跨越了性别 你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然而周深还是止步决赛舞台 纳因哭着跟他告别 随后在自己的青岛演唱会现场 邀请他担任助阵嘉宾 跟着好声音节目一起参加了许多演唱会 晚会周深的名气出险漏 不久他得到了现唱动画电影 大鱼海棠的宣传曲《大鱼的集会》 这首意境优美的歌曲 在他轻柔嗓音的衬托下 很快席卷各大音乐榜单 周深真的红了 一年过去席卷音乐榜单的 画了另一首歌《萧丑》 没错 毛不易正式进入观众的视线 面临即将时 结束医院实习 父母都以为自己在找正式工作的情况 毛不易瞒着家人 报名了选秀节目《明日之子》 节目组包吃包住他坐上火车 独自来到海选现场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背上所有的梦雨 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 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等再出来时 他已经是人气爆棚的冠军 节目期间一共演唱 14首原创歌曲 首首极具个人特色 萧丑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代表之作 天赋非凡的毛不易 由此进入了李健的视线 李健是个稀才的诗人 他联合今年乘风破浪的姐姐 音乐总监赵兆亲自操刀为毛不易 打造了首张专辑 平凡的一天 李健加上赵兆这个组合 曾经制作出风吹麦浪等多首获奖歌曲 他们把这次首次为旁人制作专辑的机会 给了毛不易 新专辑面试前夕李健特意给毛不易 写了一段际语 首先恭喜你 有了这样一张起点很高的唱片 你的压力一直很大 压力大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你需要格外保护好自己的才华 你需要更自信些 实际上以你的才华 你本应该足够自信 不要担心会有新的人取代你 没有人能取代你 这样的伯乐 周深也迎来了一个高晓松 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 高晓松喜欢干净纯粹的声音 周深便是自参加好声音出道 就收获了他的关注 两人相交后耗时三年 高晓松自掏腰包并担任监制 奉献出七首作品 为周深量身打造了手伤专辑 深的深 高晓松直言这么不惜代价 为他制作专辑 大半辈子的人生里只有三次 前两位是二十年前的小科和朴术 至于为何如此看重周深 他的回复更是简洁 喜欢人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